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终身的总务处的人 主要的用途就是 因为我们常常学校会有废弃的旧电脑 那旧电脑可能处理我们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 但是通常如果旧电脑把它重新格式化 然后只安装单一 只负责单一任务 安装很简单的环境的话 那通常其实还是很好用的 那不过我们的重点是在音乐管理这件事情 那音乐管理 这个播情境音乐 其实有蛮多好处的 就一般我们学校在听那个上下课中声 都是那个当当当当 那听久了就也没什么 对小朋友来讲没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把那个中声改成音乐的 比如说这个扫地时间是哪一首歌 然后运动时间又是哪一首歌 就把它分开做管理 那一方面学生听到这些固定的音乐之后 他就会自动去启动他的工作 他就知道这是什么时候 该做什么事 所以其实可以促进他那个自主的制约的部分 就是他自己会很规律的去做那些事情 然后如果你用在群劲上面的调整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放松心情吃饭 所以会放一些节奏比较慢的音乐 那吃起来心情也会比较好 那如果小朋友吃的太慢 或者是说你现在在学习的情境 是需要节奏比较快的 那我们就会放一些节奏比较稍微快的 然后如果是在学习的情境下 比如说他自己在读书或者写作文 我们通常会放一些听人家说那个阿法波 阿法波的那种节奏的音乐 那会让你的那个大脑更清晰 更清楚更专注 所以这个都有很多相关的理论 所以其实网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把这个旧的电脑拿来做应用 让他可以播音乐 那我们旧的电脑要播音乐的话 除了那个除了废弃的旧主机之外 然后我们是用Windows的作业系统 然后另外就是你如果是用在班上的话 在班上的喇叭就够 那如果是用在学校的扩大机 就学校的那个中生的扩大机那边 那其实也是准备一条音源线把它接到扩大机上面就可以了 那音源线的话通常那个学校的扩大机 它的头是 它那个输入的头是这种6.5mm的弓头 所以我们只要买一个这样的转接头 再配合你的一般我们的那个音源延长线 就是电脑后面到喇叭的那一条延长线 这样子就可以使用了 就直接把它接到那个扩大机上面 那荧幕的部分就是当我们在设定音乐设定时间的时候 才会需要用到荧幕键盘滑鼠都是 那可是如果你装了那个我们上上个月介绍的 TeamView远端遥控 或者是上次有人介绍看可不可以想办法用 云端同步的方式直接处理那个档案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荧幕键盘喇叭都省掉 只要主机放在那里就好 所以其实这硬体不会花到什么钱 不会花到什么钱 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有空再来讲 最后再来讲 那所以呢我们大概硬体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要来做一些音乐的准备跟软体的设定 那在设定的部分 我通常我们剪辑音乐我会用这一个软体 这个AUDACITY 这是一个免费的自由软体 然后不过你在装这个软体的时候 它一般是处理就是一般常用的公开格式的档案 比如说WAVE档或者是那个手机用的那个什么OOG的档案 那如果你要处理MP3的话 因为MP3它不是open source 那所以MP3它是要缴全力金的 所以你要另外安装一个叫做LAM的解码器 LAM的解码器叫LAME 那这个是可以免费安装的 那它就没有直接装在里面 因为这个要自己装 因为它不开源 那所以这两个这个解码器也装了之后 我们用这个软体就能够编MP3的音乐 那我们在使用中声的音乐 我都是直接使用MP3的 因为大家比较习惯MP3的格式 那所以剪辑的部分 我们也待会再来讲 我们今天待会会先讲 今天最主要的音乐设定的部分 好 那所以在软体的部分 除了用这个来把你要的音乐剪出来之外 那如果说你要准备一些音乐 那一般我们通常会去创用CC找音乐 因为你是要公播的 那公播的音乐 你就不能随便拿那个歌手的歌曲来剪 虽然我以前在稻香国小 那我们稻香嘛 就是周杰伦那首歌 我就直接拿来剪了 因为他也没有告我 那就算了 我只有剪一小小段而已 不过各位还是要注意那个公播版权的问题 所以建议各位还是使用创用CC的音乐 那这个创用CC的网站 我顺便跟各位讲一下软体在哪里 这些东西网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都可以直接下载 都是我今天介绍的都是免费的 只有这个KKBuds要钱 那我也搜集在我的网站里面 所以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 在这个是我的网站 那你用制造者时代 我的名字或者用我的名字 邱文胜去找就找到 然后在我这边会有一个研习分享 研习分享里面 这个今天用的软体都会在那个资讯素养 资讯素养里面有一个今天的日期 这里 布兰克打造音乐校园这一个 请各位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载回去 就所有的软体都在里面了 好 那如果你下载回去之后呢 它把它解压缩 把它按右键解压缩之后 会是这些东西的 那我大概讲一下 这个是目前大概我试用过很多的 就是你转那个多媒体档案 不管你是要影片转声音出来 还是DVD抽影像出来 还是就是转来转去的 什么格式转什么格式 这个目前格式工厂好像是最好用的 大部分的格式都能转 那这个可以免安装直接使用 然后另外这一个 这个是待会我们自动关机 这上个月有介绍过 就自动关机的软体 然后这个是待会我用来做示范的MP3 用来做示范的MP3 然后这个是如果你从YouTube要下载影片的软体 4K Video Download 然后这个是同一家公司的 可是它可以把那个影片直接转成MP3 所以你下载回来是MP3的档案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音效剪辑的软体 然后这个LAME是它的MP3的解码器 然后这个Foxy是那个暴力下载器 就是非法的 应该是非法的 软体不是非法的 但是那个你下载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非法的 这个电脑会中毒中木码 所以不要随便用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 这个也是网络上可以抓得到 那我试用过好几个 可以按照时间设定来播音乐的软体 那我发现这个比较符合学校的需求 就是它可以礼拜几礼拜几可以分开 然后几点播什么音乐 这个叫Free Alarm Clock 所以这几个软体是我们今天大概 会用到的部分 那我先把整个大概架构先说明一下 所以我们你可能抓到你的音乐之后 不管是CC下来的 或是各种途径下来的 注意那个公播版权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软体 把它剪成我们要的那一段 因为通常我们如果是放中声的话 中声大概10秒20秒左右 不会到整首歌 所以我们会需要用这个软体 把其中一段剪出来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假设你的歌只有3分钟 那我今天如果是大节下课 20分钟我都要 我都要让大家练那个健康操 那我健康操那首歌 我就要把5分钟把它 就是延长4倍 就是贴4次就对了 就要把它延长成20分钟 类似这样不管是要变短变长 都会用它来处理 然后 这样子就可以把音乐准备好 那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在 在这个 Free Alarm Clock里面去设定启动的时间 那设定完之后 它就其实以后就可以自动的 自动启动了 然后最后 我们最后呢 还要注意就是 你的电脑主机的部分 第一个你的 省电的睡眠装置要关掉 因为一省电 电脑一关就没办法拨了 然后呢 再来如果你 不希望它24小时都开着的话 那就跟上个月 我们讲的那个广告机 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在BIOS里面设定定时开机 然后再装一个自动关机的小软体 定时关机 这样子你晚上睡觉 就是下午下课之后 就不会再去浪费电 那个电脑就会自动关 然后早上也会自动开 那这个是还有就是 最后那个系统音效 记得要关掉 不然你去点滑鼠 或者它有一个什么视窗跳出来 那个全校都会 都会听到那个声音 也蛮奇怪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记得最后要关掉 好那这是今天整个大概的内容 整个大概的内容 那我就先来讲一下 那个我们先来剪一下音乐 剪一下音乐 那所以各位就可以直接把它装起来 那装好之后那个 这个装好之后再安装那个LAM 那LAM安装完之后 它不会跳什么画面出来 不会跳什么画面 好那我们先来讲那个音效剪辑的部分 好 这个音效剪辑 它有万国语言 所以 其实你装好之后 它任何国家的语言都有 然后又是自由软体 而且它的界面很简单 操作也很直觉 那首先 我就把那个 我们要的音乐 把它抓出来 好我就用这一个 这首歌来当做示范 好那一般音乐 它会有两个轨道 就是立体声 好所以这是左声道 上面是左声道 下面是右声道 那如果你要 一般我们都是一起处理 好 除非你想做那个左右声道不一样的部分 我们才会去做 立体声 就是分开两个轨道处理 那如果你要拆开处理的话 这里有一个小箭头 点一下 这里可以切割 就分割立体声轨道 那你切开来 它就变两个不同的档案 你最后做好之后 可以再把它合并 制作立体声 这样就又可以把立体声给合起来 那立体声什么时候会用到 比如说 如果像那个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 那个火车从左边开到右边 所以左边本来很大声 然后左边会慢慢变小声 但是右边本来很小声 会慢慢变大声 那个叫做立体声 立体声 那所以通常你要做这种有立体声的才会用到 那或者是 那个卡拉OK 你要 人的声音跟音乐的声音要分开 那它就会用左右声道来分 就是一边放人的歌唱的声音 一边放那个音乐的声音 当你把那个 人声交唱的部分按掉之后 它就只会从其中一个声音 从音乐的那个轨道去出声 人的声音就被关掉 它是这样的原理 那一般我们的剪辑是这样 这个是播放区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 你的那个声音的波形 声音的波形 好那上面这一条呢 是时间轴 时间轴 好那 我们可以 按这个绿色的键 就试听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声波太密 太密 然后你要找 你可能要找某一小段的时候不好找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工作区把它放大 好那放大的话这里会有个放大镜 好就把它点 点左键 它就会放大 点右键就会缩小 好所以你就试试看 看你的需求 你要把它放到多大 就可以用这个来放大镜来做处理 然后编辑的部分是这一个 好选择工具 好那现在假设我要 我先听一下 就点到哪里 这条线就是你的进度 好这里是它的那个配乐开始 好到这里 假设 假设我现在要抓这一段音乐 那我就直接把它框起来 好把它框起来 那框起来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用剪下 所以编辑剪下 好或者直接复制也可以 那好你按复制之后呢 你可以再去开一个新的档 开一个新的档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贴上 编辑贴上 那这里就会只剩下刚刚剪的那一段 所以你可以从头听 好 好那我们通常 我们通常 如果你要拿来放学校校园中生的话 因为学校的中生通常都很大声 所以你要记得那个前面 最前面跟最后面 你不能突然声音跑出来 这样会吓死人 所以我们通常会做那个淡入跟淡出 那所谓淡入就是慢慢声音慢慢进来 就是慢慢变大声的意思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这个前面的地方 前面的地方先选起来 然后这边效果 这边有很多效果 我们就会做淡入的处理 淡入处理 因为看到它的波形会从小变大 也就是说它会从小声慢慢变大声 然后在快结束的时候 你也不能突然结束 蛮奇怪的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把它做淡出的处理 所以在效果这边就会做淡出 那这样这一段音乐 它其实就可以平缓的进来 然后平缓的出去 当然我剪的 我剪的这一段剪的比较短 好 那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 把你要的那一段给找出来 找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另外存一个档 那存档的时候我们是用汇出 汇出音讯 好 好 那你选 选那个存档格式的时候 其实WAVE档也可以用 那我一般习惯会存MP3 MP3 所以你要选MP3 那如果你选了MP3 不能存的话 那表示你刚刚那个解码器 编码器你没有装 那装了之后就可以使用 好 那我们就把它存档 按确定 那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要注意 就是这个声波 这个声波 通常这样子 不是很合适 我会建议 就是这个声波的振幅 会建议到大概八成左右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 这个太小声 我们会再把它做增幅 做增幅的处理 好 好 好 这边可以先preview一下 试试 如果这样看不出来 你按确定 看它那个波会长高 就是高低落差会变大 那我再加一点 我复原一下 刚刚效果还不够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增加 因为通常 你这个阵幅 如果在大概八成左右 就是这个轨道的八成左右 你拨出去的声音 到扩大机的声音 才会够大声 好 如果你像刚刚那个 阵幅很小 他拨到 扩大机的声音很小 那你的那个 总音量那边 要放大 要放得很大 才听得到 那如果你的阵幅太大 会碰到这个天 跟碰到地 碰到那个轨道的两边的话 那会有破音 喇叭会破音 所以你在存档 会出的时候 注意一下 就尽量到大概八成左右 那个高低 大概在整个轨道的八成左右 这样是最合适的 所以我再存一次 就这几个重点要注意 好 那你把它存好之后 其实这一段就是你的终身 你的终身 那当然你 你那个上下课的终身 要区分 要最好是把它区分 用不同的 这样小朋友 一听到终身 就知道是上课还是下课 那当然那个情境音乐 也是如此炮制 如此炮制 那比如说 比如说 我现在如果是 要做吃饭时间的音乐 假设这是整首歌好了 这是一首歌的时间 那假设一首歌的时间不够 不够我播整首 就是这一首歌可能才三分半半多而已 那我可以拿另外一首歌 那如果你要用另外一首歌的话 在这边要做汇入 第一首用开档 第二首用汇入 它才会增加在下面 好 那我就直接 我就不再做汇入了 我就直接把这首歌复制 所以通常我们那个终身 因为我们那个设定 音乐播放的那个软体 它只能播一次 它不能重复播 所以如果你这一段音乐 你需要用到20分钟 比如说那个健康操的音乐 那你就要把它 在这里处理20分钟 或者是说你们固定要跳五次 那你就在这里直接复制五次 就编辑贴上 这样子就一次两次 就看你要多长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时间轴去决定 你要的音乐是多长 看这个时间轴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 音乐把它处理好 好 那我也把它汇出一下 好 所以 这里可以准确看到你的时间 所以一般我们就是 不在那个软体里面做设定 重复播放几次 而在这边直接把音乐剪好 这样会比较准确 好 那像这个 这个有破音 这个有碰到那个天跟地 这个会破音 所以这边记得要 那个增幅的部分要把它遞减一下 把它弄小一点 不然那个播到扩大机很大声的时候 破音就很难听 好 那所以这个是它的简单的基础的用法 好 我们先讲简单的就好 好 那这样子呢 那我就会在 在这里准备好两个音乐 两个声音 这个可能是情境音乐 那这可能就是那个 好 那个上下课 上下课中的音乐 那我们还是习惯 会先弄一个资料夹把它存起来 好 统一管理 然后将来你要这个音乐要拿到哪里去 就整包带走就好 包括那个设定档 整包带走就好 好 所以我们把音乐都存在里面 那接下来 我们准备好音乐之后 我们再来要用的就是 刚刚讲那个软体 好 所以 好 就是这一个 Free Alarm Clock 我们就把它装起来 好 那我就不装了啦 因为我这边已经装好了 我直接把它叫出来 好 它叫出来长相是这个样子 我先把这个删掉 这是试用的 好 现在界面其实很简单 假设我们今天要新增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然后每天早上八点 假设我们八点开始扫地 好 那你就把你扫地的音乐 像刚刚一样就把它丢进资料夹 然后准备好丢进资料夹 好丢进资料夹 然后呢 这时候呢 这个资料夹你放在哪里放好 以后就不能动了 因为它会去抓里面的档案 好 那所以呢 我就 从闹钟这边新增 或者从这里新增点一下 好 然后这边 你看呢 就很简单嘛 我礼拜一二三四五 通通都要想 好 然后呢 早上八点嘛 好 所以我就直接 换八 好 上午八点 八点整 就把时间设定到你要的日 的时间 好 设定好之后呢 这个标签 你还是要打一下 因为你会在那个管理 在它的界面上面 在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那是什么音乐 这样子方便你做debug 或者是修正 好 好 所以你就把标签打好 然后 这个显示讯息 就是它会跳一个视窗出来 显示那个讯息 那通常我们 因为这个钟声放在 扩大机旁边 我们也不会去管它 所以就不用显示了 因为显示你就多一个视窗出来 那还要按掉也麻烦 好 然后这就从这个地方 音效这个地方 你要去选你刚刚的音乐 好 好你可以用 这个是它的 它的里面的固定的资料夹 你也可以把音乐扣到这里来 那你也可以从浏览的地方去选到 你刚刚我们放的音乐 那我就统一放 那我就统一放 我刚刚都放桌面 所以我就统一在桌面的 这里来选 好 这个是钟声 可以试听 好 可以试听 好 那 所以你选好之后 确定音乐到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提高音量 这个是说 如果你 你发现 你刚刚那个音乐 刚刚我们做那个八成 八成的那个 就轨道里面八成的正幅 那个音乐其实应该是正常的 那可是如果你发现 你的音乐MP3 你输出到你的扩大机 你发现声音太小 那在这边可以做调整 这边可以针对这一首歌 做大小声的 送到扩大机的大小声做调整 那所以一般 因为如果你准备 准备了很多个音乐 10个20个音乐 那这个音乐到扩大机 你不可能每一首歌要播之前 去转那个扩大机的音量 去调大小 所以我们一定是在这里调 在这里调 你要把你所有的音乐 调到差不多一样大声 这样子播出来 才不会这样忽大忽小声 好 然后重复功能 我们就不选 因为我们是直接把 刚刚的那个声音档 直接看你要几分钟 我就切几分钟在那边 所以我们就不重复 那贪税也要拿掉 如果你忘记拿掉 你那个钟声他会一直播个不停 播个不停 那除非等到你去开电脑把它点掉 好然后呢 将电脑从睡眠模式唤醒 如果你电脑的休眠有关掉 这个就不用 但是如果你有设休眠的时候 这个就要打勾 但是这个休眠不包含那个电脑 就是省电关掉的那一种 这个是指那个简单的只有萤幕关掉 还有那个桌面省电模式那种休眠 所以这个如果你当初有把省电全部都关掉的话 这个就可以不用勾 好然后 这个显示器其实就不用管它了 因为我们 显示器到时候设定好就要拿掉 或者自己手动把它关掉 所以这个就无所谓 好那你设定好之后呢 其实按确定 这个设定值就跑出来了 好所以以后每一天早上八点 他自己就会播这一段音乐 好那我现在来播一个测试的 好所以我再新增一个 那今天是礼拜一 今天是礼拜一 好那现在是下午八点三十二分 我来播一个三十五分的 然后就是测试的 那我就用刚刚剪的第二首 假设这是吃午饭时间了 好所以我就点到刚刚桌面 第二首 好那这边也是一样 不用重复 摊税 拿掉 好这个都可以不用 按确定 好那所以这个是只有周一 才会启动 好这个时间才会启动 那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分 比如说像我们国小礼拜三半天 所以礼拜三的跟其他 其他的那个一二四五的就不一样 好那甚至还有那个 有的礼拜六会有客服或者活动的 好那个都可以设定 好都可以设定 然后所以你就这样子把学校的 的中生都设定好 好如果你们学校有买那种 音乐中生的系统 他的那个作业系统的操作方式 跟这个其实差不多 好差不多 所以你选你这个会之后 那种系统你也大概都没问题 好那这个设定档啊 你可以把它 把它儲存起来 好把它存起来 好比如说 我就放在同一个资料夹了 放在这个叫做 平日终生 好因为学校 因为学校呢 常常会有比如说考试时间 考试那两天的终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肯定还会再另外再做一个 叫做 叫做这个考试时间的终生 考试时间的终生 好假设 我先随便弄一下 好考试终生 所以你可能会有两种终生的设定档 好两种终生的设定档 那所以等到要考试那一天的时候怎么办呢 好考试那一天你就 在那个设定档这边 档案 从档案读取 你就直接改用 那个考试终生 考试终生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切换那个设定档 好我们35分快到了 等一下他应该会自己叫 好那所以这个是简单的设定的方式 所以这个其实蛮好用的 那像我们除了学校终生之外 还有那个 出来了 这样子 就会变成全自动了 所以不管你放在班上 如果学校不用 那你放在班上也可以用 好比如说那个读书时间 读书时间 阅读时间我就把它关掉 好比如说阅读时间我就放一些 那个阿法波的 好那个脑波音乐 看一下 好这边 各位可以自己搜寻一下 阿法波音乐有哪些 那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学生专注 专注 专注的脑波的音乐 而且这些古典音乐都没有版权的问题 那所以 其实各位可以去下载这些来用 然后 这些音乐 就是它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放松学生的神经 然后他可以很专注的 尤其在那个读书的时候 所以在阅读时间 还有包括那个小朋友在做 比如说合作学习团队 在分组的时候 在讨论或者在做合作的时候 或者是在 他在工作在做创课的时候 他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类似这样的音乐 那这些音乐 他因为没有文字 就是他纯音乐 他是背景音乐的方式 然后不是 没有歌词 那没有歌词 基本上他不会干扰读书 而且他因为他的节奏是 是这种60拍到70拍的节奏 所以他会帮助你的大脑 让学生很容易进入那个专注的状态 那不过要提醒一下 我们的大脑还是会有那个专注时间 专注力持续的问题 所以你在使用这些音乐的时候 还是需要有情境的转换 就是你不能整天八个小时都放同样都是阿法波的 这样他会疲乏 疲乏 疲乏就没有用 那不过还好我们一般 我们一节课都40分钟 你上课一节课里面一定会有一些转场 所以大部分就不会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以不要一直八个小时都放那个音乐 你可以换不同的音乐 吃饭你就放放松的音乐 或者打扫的时候就放不一样的音乐 这样 那所以这样就可以做好那个音乐的设定 所以这个软体其实就很简单 好 那这个做好之后呢 好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设定 我这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播放 定时播放的设定 好 然后呢 这个软体他装了之后 他其实他自己会随系统启动 他这边好像我看一下 设定这边 他其实内定就是在Windows的 启动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启动 那么所以 你这个软体 反正你就是安装完之后 他自己就会Windows起来 他就自己会起来 然后就会按照这个时间去播音乐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不用担心 那就记得 刚刚讲那个重复跟摊税装置一定要关 不然你没有滑鼠把它点掉 他就一直叫一直叫 好 所以这个是软体设定的部分 好 那 接下来 这其实上个月有讲过 就是你在 让他自己可以播了之后 然后 我们 在电脑的系统的部分 还是有些要处理的 比如说你的审电要关掉 就是在 在 个人化的 也不是个人化 在那个显示设定 就是桌部按右键 那这边会有一个电源跟睡眠 我这个是Windows 10 那各位Windows 7的话 就是在之前的桌面那边按右键就有了 好 那你要记得 这个萤幕是没关系 萤幕可以关 但是这个睡眠不可以 不要睡 千万不要睡觉 如果你的睡觉 你让电脑睡觉了 那你的那个播放就会完全失灵 因为就没有电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要做设定 让它永不睡眠 好 那除了永不睡眠之外 好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自动开机 那自动开机呢 上次有提过 那个是 大部分的 厂牌在BIOS的设定 就是一开机的那个设定 大部分厂牌在一开机的设定 那个BIOS里面 它都会有 一个叫做电源管理的部分 这里 Power Manager 的这个设定里面 然后这个设定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Wake Up 摆什么事情 然后 那个电脑的时钟叫做RTC 所以当你把这个 这个Wake Up 摆 把RTC 打开把它Enable之后 它下面就会出现那个时间的设定 就是 这边 好 这么刚好这里都有 你看 那这边就会固定出现说 诶 几点几分 你要它开机 那有的比较进阶的 还会有礼拜几 所以你就每天固定几点开机 可以把它设定好 那当然就是你在开始波音之前 大概十分钟左右 看你的电脑开机要多久了 你就差不多十分钟之前 就先把电脑开机开好 那开好它就会自动去播放 执行那个软体 然后就可以自动定时播放 那你要关机的话 就是使用我们上次讲的这个 Wise Auto Shutdown 那它的界面是 这一个 这个软体 好 那它也是开机之后会自动执行的 那你只要点开机 然后 每天 点每天 每天的你下午大概 六点应该 应该所有的客服班都放 放学了 那如果还没放学就是还有小天使攀神 等等 就那个学校就很辛苦了 好 那所以你就把这个关机 每天关机的时间把它设定好 那这不用提醒 所以勾勾拿掉 然后就按执行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它每天就会定时就关机 所以电脑就会变成完全自动 就会变成完全自动的部分 好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系统音效的部分 那系统音效的部分 那系统音效的部分 我们要把它关掉 不然它跳一个视窗出来 它也会叮 或者是 有什么其他的状况 电脑跑一个什么软体出来 它也会叮 或者关一个视窗 它也会叮 所以要把这个系统音效关掉 那系统音效关掉是在 右下角这边 就是你的那个speaker的图案这边 然后你就把它音效这里 把它打开 这里就是你的系统音效配置 那通常它是Windows预设的 所以你每次开视窗啊 或者是关 关某个软体 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音效 那所以你要在这里呢 把它改成无音效 这样子呢不管你怎么操作 除了你指定的播放MP3 那种是有声音 或者播影片有声音之外 其他系统相关的所有的操作 都是会变成没有声音的 所以你就把它套用一次就好了 这个做一次电脑就 就永远都是没声音的 就把它舌头割掉这样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设定完之后 几乎整个系统就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自动处理了 自动完成了 好 那这个大概是整个系统的设定的部分 那至于那个创用CC 我也一样有收集在我的网站里面 所以各位如果到我的网站 在我的网站的右手边 右手边 那个教学好站的下面 这里有一个创用CC的音乐 那这边都是很多那个 很多那个创作人 他把授权公开出来的 那这里除了 这里除了那个音乐之外 也有音效 比如说那个鸟叫声啊 狗吠声啊 开门的声音啊 打雷的声音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比如说你需要做音乐剧 做舞台剧 其实用刚刚剪辑的音乐这个软体 都可以做合成 播放哪一段音乐之后啊 突然什么狗就开始叫了啊 然后什么钟声出来 然后司马钟云开始讲鬼故事啊 就是你可以做音乐剧 就用这个音乐剪辑团体来处理 那刚刚你所需要的音效 其实刚刚那个网站上面 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有大部分的网站 你要下载那个音乐的档案 你都需要就是注册登录 注册流程其实很简单的 所以如果 然后这种那种大部分 CC的音乐 它都是国外的 所以都是英文 所以我们都用客容浏览器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翻译 所以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就是客容浏览器真的是不能缺 尤其是需要翻译的场合 它会自动帮我们做翻译 你看全部都变中文 好 那这下面有介绍很多个网站 那我以前用过的像这个 这个怎么念 这一个网站 还有 这个FreeSound 这个我用的蛮多的 这里面很多那个音效档 音效档案很好用 所以不管你是做什么音乐剧 或做什么特效 或者我们玩Arduino的时候 需要很多效果音的时候 我都会在这上面找 这完全都是CC授权的 非常的好用 好 那所以这个是CC音乐的部分 那至于这个我就不讲了 这个你手机有装KKBOX就知道 它音乐 如果你有缴月费的话 它是音乐单曲是可以下载的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 罗子下载器 或是那个狐狸下载器 它可以下整首专辑之类的 但是这个都是属于非法的 我们就技术上讨论 它是可以直接下载的 这个不要交给学生 不要交给小孩 因为这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都下载得到 好 那所以这个今天的部分 其实大概就是这样 那至于那个脑波的部分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那其实就是音乐 其实有很多那个什么音乐治疗 或者是音乐相关的论文 各位有空可以看一下 那主要就是它有分为四种 脑波有分四种 Alpha, Beta, Gamma, Theta 有四种 那这边就是网站上面 各位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那其中对我们最有用的就是Alpha Alpha, Alpha波 所以各位可以找一些Alpha波的音乐 就像刚刚这边Alpha波 这个是对我们学习上跟学生 或者是我们需要专注 或者需要那个有的人会 会那个叫打蚕 就是静坐 他也会需要这种音乐 那另外提到的就是 另外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那种上了年纪的 有些人他可能会晚上会睡不着 怎么样都很难睡觉 那其实音乐可以帮我们做很好的放松 这个是Google Play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手机上面有这个APP 这是手机的APP 那它可以帮助你放松 这个我用过蛮好用的 虽然我没有失眠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在那个需要放松的情况下 那或者是我在工作或者在读书 或者在做什么事 我就会放这种当做背景音乐 那它这个 这个 我觉得找那么多软体里面 这个比较特别 它这里 这个部分它有很多风的声音 雨的声音 或者是什么 什么鸟叫声 笛子的声音 它可以让你自由的搭配 那很奇怪 你不管怎么搭配都很好听 然后可以改善你的睡眠 也可以让你这个很轻松 读书的时候很放松 好 那我今天的课 差不多到这里 我把时间交还给哈亮校长 我要看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好 谢谢文盛 可以从电脑谈到阿法波 那各位老师还没有什么问题 看今天好像大家都被阿法波有点点 弄得有点没有什么声音 好 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不错 因为最近前章计划要开始执行 各校应该会有一些老旧的电脑 会被打下来 那各位如果说 尤其是网管人员 如果想要利用这些那个废电脑 就可以把这些废电脑再利用了 我们谢谢文盛 那大家 我对我刚刚最后面那一个部分 我听得很仔细 尤其是那个脑波的部分 因为有时候确实工作太累 反而睡不着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最后的那个APP下载 下载试试看 不过我以前好像也试过这样的音乐 反而很认真去听就睡不着 认真听的时候不要太认真听 就把它当成一种背景音乐就好了 那工作的时候会不会 工作到睡着 不会不会 好 那今天晚上谢谢文盛 带给我们一个丰盛的晚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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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